男子被刑警包圍 帶上車送辦 原來他是假黃牛 鎖定歌神張學友的演唱會 大撈一筆 張學友來台灣開唱 門票一票難求 臉書上出現不少代牌和黃牛訊息 門票價格比原價多兩成 假黃牛假賣票真詐騙 要求粉絲先付款 並在開場前七天才給票 有粉絲遲遲沒拿到票才驚覺上當 他們這種真的是很沒良心 對 因為有的他們都假裝 就是要跟你面交 然後你獲了訂金 他就有把你封鎖 建議主辦單位請用實名字 看看到現場湧入不少的粉絲 不過就有黃牛明明沒有票 卻假裝賣票要賺五本生意 根據警方統計 今年三月到五月間 這二十名被害人以年輕女性居多 佔了三分之二 其中有名歌名一次被騙了八萬元 嫌犯不乏所得共計超過三十萬 歌神票難求 當心假黃牛 這回警方逮到人 並查扣手機硬碟 以及作案醫務 最無辜的就是粉絲 付了錢卻沒看到偶像 不僅荷包失血 心更是碎了 三天新聞正向的林玉均 台北側摸倒 台北側摸倒 也有 谢谢大家